Hello 大家好 我是Therese Wong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手臂的运用 其实你如何去留意到自己有没有手臂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想过 我们是否在用其他部分 所以很简单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就是roll your shoulders 平时你去做运动之前有点热身 把它动一下 你感觉到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骨是圆的 它是这样可以转动的 试试转动 你用左臂动的时候 右手放在这里 你感觉到它转动呢? 就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 我叫你叫学生动的手臂 就会很平均的动作 但其实它是很顺畅的 是一个continuous 即是一路去连续性的活动 另一个动作 你可以练习去感觉更多 是否在用这个部分 就是做这个 右手放在大腿上 我们再放一些东西 我们就放一些东西 再放一些东西 然后放起来 放一些东西 放一些东西 现在我们把东西放在这边 放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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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是在这里用吗 是吗 除了这个位置,想想这个肌肉 胸肌这个位置 你不会这样放一些东西 你不会夹着它 你不会只用手 很难,很辛苦 所以是一样的 然后你做到这个动作,感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还开始不放东西 就像放东西那样弹一个音 然后你放下来 很慢的动作 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和这个声音 或者 听到那些声音不同 一开始你留意一下那些声音 你弹过去那一下 你弹过去那一下 很不同 总之每一样东西 你都会影响一个声音 你怎么放上去 如何扔下去 如何圆一个音 其实每个部分做到的东西不同 有时候你多一点是局部在手上 因为你想短一点 硬一点 清脆一点 或者如果你想长音一点 你就会用多一点手臂 其实每个部分都在做东西 不过可能手臂是在做80% 然后手做20% 或者手是在做40% 然后手臂做60% 就看看它 的多少百分 就是在做什么 总之你上去 当你下去的时候 不是夹 你看到 这里还有很多位置 给你多一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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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上去 然后夹 没有空间 因为我们经常打算在这里移动 但其实这里 你想想在这个位置 你带它 所以你带它 就不要向这边 同样的道理 左手 弹上去的时候 就不是夹 为什么整天觉得弹到左手 因为它没有力 为什么它没有力 不是手指没有力 然后你觉得手指没有力 还要拿过去 然后敲下去 其实你要是 留意到你手臂 但是你也是 手臂把它转 转进来 然后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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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然后右脚 撐住 就不是这样 炒进去 通常是这样 炒在手盆里 这样推过 推过的力 在这边 你没有过去 你要使力在这里 传下去 手臂这样 所以由来这样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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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这样推进来的 它不夹 它是会打开这样兜过去的